閃電狼的傳說對決公會正在招募新寫 鄉親請私訊閃電狼粉絲頁 你這個背景太假了 你再說 假嗎 大家好 我是閃電狼的妍妍 今天要來介紹的是悟空這隻英雄 悟空這隻角色只要玩得好是沒有上限 但是玩不好你可以玩成踢死 如果想要把悟空玩好的話 你的心機一定要夠重 因為悟空這隻角色是一隻非常是進場的角色 他的一招跟大招的第二段 都是具有隱身的效果 這兩個隱身的效果 對於團戰的影響是非常的大的 奧義的部分我會帶十個暴走 然後三個奪萃 七個精靈 然後十個龍爪 裝備的部分我會帶 紅野刀 遊蕩子之靴 聖劍 聖劍 颶風雙刀 破陣戰馬 涅槃之刃 裝備進程的部分我會出 小野刀 直接四個直虎 然後再接聖劍 後面可以直接出 遊蕩子之靴 然後直接接颶風 颶風完之後直接接 紅野刀直接升滿就可以了 然後再接破陣或是天蟲 然後再接涅槃 魔紋的部分我會帶隱刃 鬼爪 大顆的帶惡魔覺醒 然後下面小顆的帶聖祝跟祝福 悟空的接技通常是比較隨意的 通常就是一招先進場 然後用隱身先探查前面 然後再接強化普攻 再用二招再接一次強化普攻 然後用大招再接一段 然後可以用大招退場 或者是看你一二招有沒有轉好 可以再繼續做擊殺 悟空前級通常是做不到什麼事 基本上就先上一次的 然後刷個野 先龍出個聖劍 這邊剛好看到一個機會 來幫人一下 主要是要帶龍馬上去打魔龍戰 這邊有沒有gank到都影響不大 只要讓下路先手牽就好 前級不一定要做到事 主要是先龍出一些裝備 然後這邊籃是快出了 籃是快出了但是 好像有機會蹲到人 看一下有沒有機會 這邊應該把他打散之後就不用理他 但是能逼到一個大也不錯 這邊一樣少眼 然後就剛好再打 看有沒有機會幫一下 這邊小心就有失誤 他的紅區是完全沒有視野 但是還是出去 這邊都有死了兩個 就不接放龍 看有沒有機會蹲點殺到個人 能走就走 就以手套為主 不一定是殺到人 以上就是這次的悟空觀念分享 要玩好悟空的話 要做好幾個點 主要就是賺錢 蹲點 卡四眼 喜歡以上的教學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還想看什麼教學 記得在留言區告訴我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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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